第1039章 纷纷突破 在交代了过后 叶熙文开始了闭关 虽然时间很紧张 最多一个月 边云就将回归 从边让零散的记忆之中 并没有透露出边云去干什么去了 不过有足量的写实 让他足以放手一搏 最不济 他自信凭借着他现在的实力 全身而退还是没有问题的 边云还不足以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 上百万的写实堆积在天元净之中 不仅仅叶熙文哀吸收写实之中的血气 就连天元净也在吸收这些写实之中的血气 叶熙文至今还是不知道 这些血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连天地灵气都需要在身体内运行周天 然后转化成自己的真元 但是这些血气却是可以直接吸收 密室之中 叶熙文直接张开嘴一股血气化作长河 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顿时他就感觉到自己的修为 一点一点的在精湛 这种感觉 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按照这何种速度 他说不定真的可以在一个月内 跨入超脱镜七重天巅峰 到那个时候就不必怕边云了 心中也是了然 难怪那么多人明知道血界试炼血腥残酷 损失率简直难以想象 但是依然每次都咬牙派人来参加 大约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如果不参加 那么可能自己势力之中年轻一辈的高手 就将完全落后于其他人 因为这些各大势力之中年轻一辈的高手 他们的对手注定了 不是自己势力之中的其他年轻高手 而是同海域之中各大势力的高手 乃至其他海域的年轻高手 唯有在这些争雄之中都脱颖而出 才有可能保证他们势力永远兴盛下去 这些界之中的血气 是外界根本无法得到的 想到这里 叶西文顿时就想到 必须要在血界之中 多得到一些血食 到了外面 才能推动修为快速提升 这些血食虽然能够直接提升修为 但是其实效果有限 每一枚血食提升修为和进步 甚至如果不仔细感觉都难以感觉得到 唯有依靠大量的数量的堆积 才有可能实现 不过这些念头 也仅仅只是在他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 暂时被他压到了箱底 这些事情也是以后需要注意的 现在当务之急还是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时间 也在叶西文闭关修炼之中 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没有了叶西文的管理 整个云星城也是依旧一副井井有条的样子 虽然没有叶西文出面 但是居住在云星城之中的舞者 都很配合的每天上缴足量的血食 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主人 就起什么幺蛾子 因为他们都知道 叶西文虽然没有出面 但是绝对也是一尊无法无天的人物 反正他和边云最后到底谁胜谁负 很快也将会有结果 他们没有必要为太风海域的人火中取力 而云星海域的那些高层 因为有了这些血食的补充 修为进步的也都非常的快速 第五天 修为最为身后海龙公子率先突破 顺利的跨入半步法向境初期 云星海域一片沸腾 除了叶西文之外 他们终于拥有第二位半步法向级别的战力 这对于他们来说 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这意味着云星海域 可能不会仅仅只是作为一颗流星一般滑落了 半步法向境是一个坎 在血界之中 超脱境九重天的太多太多了 但是半步法向境的才多少 整个云星城原本也就只有叶西文一个 现在又多了一个 对于其他的海域的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威慑 即便不算上叶西文 现在的云星海域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辱的海域了 在小型海域之中 能够拥有一名半步法向境的高手的都足以独立建成了 甚至可以这么说 现在云星海域 如果想要自己独立建成 也会有大批的追随者 前往的了 毕竟算上叶西文 云星海域拥有两名半步法向境的高手了 虽然在后期 可能会有大量的超脱境九重天的高手 纷纷跨入半步法向境 但是在现在 任何一个半步法向境的高手 依旧是难能可贵的 而到了那个时候 现在的这些半步法向境的高手 必然已经跨入了更高层次 金字塔尖永远都是这些前期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高手 后期想要崛起难度太大 云星海域的高手顿时心情大定 在他们看来 有叶西文再加上海龙公子 最不计也能挡住边云吧 顿时他们工作管理起来更加的卖力了 叶西文在闭关之中 也收到了海龙公子跨入半步法向境的消息 对他来说 这一点都不意外 在这些人之中 除了他之外 应该说 就属海龙公子的积累最为深厚 能够霸占百强榜单第一名的人 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本身就比众人要高出一筹 更何况现在更有无数的写实的供应 率先破入半步法向境并不令人意外 正当众人以为就该如此的时候 第十五天 又一个人突破 破入半步法向境 不是众人以为的老牌的高手 裴星辰 或者是经无怨 又或者是王女 这几个文明侠儿的老牌高手 而是一贯漫不经心的白汉墨 原本就被叶西文看好 觉得拥有绝佳天赋的白汉墨 在认真下来之后 修为突破的速度 竟然还超越了裴星辰等人 难得也知道 边云即将回归这件事情 可能会是最严重的考验的他 难得没有玩闹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修炼之中 在无数写实的辅助之下 顺利跨入了半步法向境初期 又过了十天 又有一个人突破了 这正是裴星辰 顺利跨入了半步法向境之后 战斗力大增 而其他几个高手 读如经无怨等人 修为即便没有达到半步法向境 也只是差临门一脚 随时都可能跨入了 就算是原本只是 刚刚跨入超脱境九重天的姚茜 现在也已经是超脱境九重天巅峰的修为 而其他云星海域的诸多高手 多多少少都有进步 许多超脱境八重天巅峰的高手 更是一举跨入了超脱境九重天 这个时候 光是看阵容 竟然比起当初的太风海域还要的强势 这也让许多各大海域的高手纷纷哀嚎 真是狼来了 按照这种阵容 就算是边云带领太风海域的人全部打回来 恐怕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吧 毕竟现在不说顶尖高手方面 云星海域已经拥有了三尊半步法 向境级别的战力 就算是自一级的高手方面 已写实疯狂修炼了这么久之后 云星海域已经逐渐追上了太风海域 时至今日 太风城中的众人心中的天平 这才缓缓滑向了云星海域一方 正而八经的将云星海域 当成是了这座城池的统治者 在许多人想来 最不济 云星海域的众人也能守住这份基业 而不是像最初所猜想的那样 在边云回来之后 就被收拾的像条丧家之犬狼狈逃窜 甚至是全军覆没 这对于安定云星城之中的人心 有极大的作用 是的 他们不至于在边云刚刚回来的时候 就立刻做墙头草 倒戈一击 虽然这些只是墙头草 但是如果这么多人都倒戈一击 对于云星海域来说 绝对是灭顶之灾 当然 也有一些人不屑一顾 在他们看来 虽然云星海域的半步伐 向境级别的高手有不少 但是和边云这个老牌的半步伐 向境的高手相比 还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就好像编让在叶熙文的手下 根本没有太大的反抗之力 就被轻松击败 然后击杀 就是铁证 当然 这些话 他们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 不敢说出来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临近 整个云星城一副大战临头的样子 犹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安静却也压迫得吓人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着边云回归的那一刻 大战一触即发 对于云星城新兴霸主 云星海域来说 边云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考验 如果他们无法迈过这一关 最起码扛过边云的打击 那么他们所有的雄徒霸业都将成空 云星海域 依旧还是以前那个 人人都可以欺负一下的小型海域 而现在的表现 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而就在这气氛越来越压抑的当空 所有人的目光除了关注 随时可能杀回来的边云之外 就是那一直在闭关之中的夜西文 似乎并没有因为外界紧张的气氛 而有所变化 日复一日 没有丝毫的变化 似乎还是在深层次的闭关之中 甚至连海龙公子和裴星辰这两个高手 晋升半步伐向境的时候 他都没有出现 这也让众人有了几分好奇 他这一个月中到底有没有进步 如果有进步 又到了什么层次呢 这一天 天空依旧是一片血色 莫得 空气迅速开始沸腾了起来 云星海域的砸碎 出来 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一声愤怒的咆哮 从远处席卷而来 去呀 去呀 感谢观看